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深就是常驻嘉宾之一 看这个节目很多人都是奔着周深去看的 可以说周深的加入给这档节目增添了比较大的可看度 周深本身的音乐实力也很不错 不需要收音也可以很好听 也是很适合参加这样的音乐节目 青春环游季第二季的时候周深是常驻嘉宾 这个也是浙江卫视的节目 这个节目更多的是以玩乐为主 不过那一季的也是音乐人片多 朗朗 范城正都是常驻嘉宾 周深在里面也是蛮搞笑的 感觉是什么节目他都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 这次奔跑吧时他又是常驻嘉宾 算起来这也是他第三次担任浙江卫视节目的常驻嘉宾了 跑男就是有活力 有青春感 周深也是非常适合这样的节目 对浙江卫视的节目周深是很有好感的 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出生于浙江卫视的一档音乐选秀节目 中国好声音的 当时周深参加的是第三季的好声音 凭借着一首红颜加入了纳音战队 没想到一轮游了 不过那时候战胜他的李维刀现在默默无闻 而周深却已经是名阳四海了 周深参加过两次跑男 第一次是奔跑吧8的时候和李绕浩 汪苏龙他们一起参加了一场音乐专场 那个时候还是撕了名牌 他能力爆发 成绩还不错 第二次来跑男的就是前段时间的奔跑吧黄河片第二季的最后一期 在这个节目里感觉还是蛮搞笑的 本身就是参加过很多次浙江卫视的节目了 所以这次来担任跑男的常驻嘉宾也是很合理的 听过周深演绎的321世界睡眠日好眠夜的主题曲睡个好觉 也听他现唱的玉小姐之与君初相识的片尾曲娇人之歌 他和梁龙合作的算你狠 周深的声音就像是潘多拉模范盒如此的神奇 听周深唱歌总能够让人大脑放空 他纯澈的嗓音与动人的情绪在小编的耳腔里来回跌宕 把小编的毛细血管阵的发扬耳膜发烫 只想好好地安耐住信中的律动 除去无杂的万千仇丝 只留下最干净最热整的心 去面对空祸朦胧的未来世界去迎接每一个明天 他唱歌咬字清晰风格多变 绝美音色动听令人陶醉 他凭实力优秀一次又一次 一手又一手地展示了他令人惊艳的唱功 也一次又一次地为歌曲增添着色彩声音 展现了他强悍的唱歌实力 难怪有网友会说 在压力与困境面前 实力上将总能够用这样一种独特的陪伴与呈现 为大家带来温暖和力量 风雨过后终将光明 可以哄你睡觉 可以哄你开心 没人会拒绝周深的歌声 好甜好深情 周深幽默风趣 自然灵动 是优美动人 欢乐无限的风景 你觉得呢